这个法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谎言 2006年美国出了一本书叫做百年谎言 这本书揭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 就是美国国会在1906年通过了一个法律叫纯净食品和药品法 这个法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谎言 就是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化学可能物质 与天然食物和药物不仅同样无毒无害 而且会更加有效 所以美国人就把全世界推向了深渊 美国从1947年到1977年的30年间 他公开的在所有的鸡牛羊猪的饲料里添加雌激素二乙鸡固醇 2006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科林坎贝尔教授 公布了历史27年的研究结果 得出了识破天惊的结论 他说所完成的实验表明 安全的蛋白质来自植物 包括小麦和豆类 这类蛋白质即使受量很高 也不会诱发癌症 而占牛奶蛋白质含量87%的烙蛋白 长期使用 却能触发癌症 诱发心脏病 糖尿病 骨质疏松等慢性病 所以他呼吁中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仪式结构才是健康的 为了健康要控制牛奶和肉质品的受量 咱们国家在宣传什么呢 告诉说你要想保健 就得终身不能断奶 一派胡言 你小孩到一岁就得断奶 谁告诉你一辈子不断奶了 这都是资本家说的胡话 是不能信的 古代我们的中医说 此物剩肉远异 就是老年人喝牛奶 他比吃肉要好 他没说过你一辈子别断奶